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巴黎里那个文艺的疯狂年代 也是在这个时期 Coco Chanel开始从身边的男人身上积聚灵感 她将长裙剪短去掉腰风 在裁剪上放松腰尾 于是经典的小黑裙就这样诞生了 Chanel为女装带来的这一巨大变革 刚好迎合了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女性主义需求 这种男生装扮迅速席卷巴黎以及整个法国 时尚界正式拉起女权运动的旗帜 如今小黑裙已经成为了每个女人衣橱中必备的时尚单品 无论是通勤宴会还是参加party 一件小黑裙都能帮你轻松搞定 比基尼自1946年初被发明以来 就被作为一种人性自由与解放的象征 1952年 法国女星比基巴多出演了电影《穿比基尼的姑娘》 她拿靓丽丰满 尚戴童真的女性风姿 令人一见倾心 比基巴多的性感超出了当时男权世界的尺度 一直于1958年 梵蒂刚展出她的照片作为魔鬼的象征 但这不能阻止她成为性解放思潮的代表人物 时至今日 女人们早已用比基尼取代了连体泳衣 尽情在沙滩上 展现自己被上天赐予的凹凸曲线 法国著名设计师伊夫圣罗兰 在1966年大胆开创中性风格 设计了第一件女性吸烟装 吸烟装是男士礼服与女性元素的完美结合 收腰立体裁剪和袖口褶皱飞边设计等细节上的改变 让吸烟装保持酷感的同时又更加性感艳艳 作为气场女王一定要拥有一件吸烟装 从国内的王妃 龚丽 张曼玉 范冰冰 到国外的贝嫂 麦当娜 凯特莫斯 这些一线女性都是吸烟装的忠实拥护者 新女性主义主张回归女性特质 强调性感 独立的高雅风情 二战后 克里斯蒂尔·蒂尔 标志性的New Look让巴黎时尚变了天 1947年 蒂尔先生在巴黎发布了自己首个时装系列 去掉垫肩 塑造风胸 吸腰等柔化和突出女性线条的设计 都是对战士风格的大胆革新 New Look的出现不但彻底改变了服饰风貌 更是把女性从穿男装带回穿女装战士腰身的年代 在女权的光环下 女人燃烧着女性的优势 也尽情享受做女人的乐趣 好莱坞明星Bris Kelly 美国总统夫人Jacqueline Kennedy 念堂极歌星Madonna 这些女性主义宗妙思的强烈个人风格 是众多设计师的灵感源泉 经过近两百年的抗争 女人们才获得了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的自由 姐妹们一定不要浪费这种得来不义的权利 臭美应当 半量无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